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 Come on! 欢迎你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是周四,没什么特别的,又快到了周末。 这周你是怎么过的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呢? 我想大多数人的每一天都过得差不多,并不是每天都有特别的事发生。 那么今天你就跟我来学一个比较特别的中文表达怎么样? 今天的词汇是动静,动静,它的发音是动静。 动是运动的动,活动的动,静是安静的静。 不过声调不是四声,而是轻声,也就是没有声调。 所以在中国大陆,正确的发音应该是动静,动静。 没有动静,有动静。 发音非常重要,如果你不希望听你说话的人产生任何误会的话, 请你多多练习。 不过在台湾,人们的发音就是动静,动静。 如果你去中国大陆,你可以说动静。 如果你去台湾的话,你就可以说动静,动静。 那么动静是什么意思呢? 我来告诉你。 动静的第一个意思就是说话或者活动的时候发出的声音。 第二个意思就是消息、信息、情况。 了解了吗? 先来听听对话吧。 大鹏,上次HSK考得怎么样? 还好吧,马马虎虎。 分数出来了吗? 没呢,还没动静。 嗯,我们经常说有动静,没有动静。 有没有动静。 有动静就是有声音,有消息,有情况。 没有动静就是没有消息,没有声音,形容十分安静。 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动静,那就是什么声音的意思。 一般晚上睡觉的时候都非常安静,所以只要有任何一点声音,我们都可以听到。 我们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以后,我们就可以说, 嗯,那是什么动静? 什么动静? 那就是问什么声音的意思。 还有,如果你用你的手机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那么你等待朋友回复你的短信,但是朋友一直也没有回你的短信。 你就可以说,怎么还没有动静,就是他怎么还没有任何反应,怎么还没有任何消息的意思。 你明白了吗? 不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说中文播客,都请你有一点动静。 那就是请你给我一些回馈,请你发出一些你自己的声音。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我们明天再见,祝大家晚安。 大鹏,上次HSK考得怎么样? 还好吧,马马虎虎。 分数出来了吗? 没呢,还没动静。 我们下期再见。